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士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千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处自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宣讲释迦牟尼佛第一传法论的密意 就是宣讲俱舍论 为什么说释迦牟尼佛第一传法论的密意呢 因为第一传法论当中讲我是存在的 然后第二传法论当中讲我是不存在 然后第三传法论当中 所谓的我的这种超越一切的如来像的存在道理 因此释迦牟尼佛在三传法论当中对不同的众生 第一传法论指的是面对等根者而言的一传法论 然后二传法论指的是中根者所宣说的空性法论 然后在最后第三传法论的 离一切戏论言说超越语言的境界 这是最理根者的一种法论 所以说龙猛菩萨也是这样说的 说是诸佛或所欲无我 所有的诸佛所宣说的话 一传法论里面说是有我的 然后二传法论里面说是无我的 诸佛事项中无我 非我 他是龙猛菩萨最后来说是 诸佛事项当中实际上是无我 也非我 因此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应该是 释迦牟尼佛第一传法论里面所讲的 有我的这种道理 第一传法论里面都一直认为我是存在的 可以说虽然在最后他拒责阿罗汉的人物 但是首先我们的云 界 处 所有的业 因果 轮回 七世界 又近世界 全部存在的 从这个道理来宣讲的 因此我们作为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后学者 应该这个俱舍论要精通 如果俱舍论精通的话 一般释迦牟尼佛对普通根基的 这些众生面前所宣说的法门 他的类别 种种差别 知识等等 都归纳无意的 因此我想非常有必要大家精通俱舍论 那么现在俱舍论当中 昨天我们前面讲了有趣和有情世界方面的一些道理 讲了三界和无趣 这个问题已经讲了 今天法治特点分四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是七十处 讲七十处 七十处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生不同与世不同 生不同与世不同 生不同与世一者 相反一皆生是义 无色皆中处三处 此等即是世七十处 与者非有必能会 他这里呢 今天我们讲的七种世处 其中世处是什么呢 他这里说是身体不相同的 意识相同的有一部分众生 就像是人和欲界的天人 上面有讲的 还有身体不相同的 但是心是一致的 就像第一经历当中的大梵天的众生一样的 然后相反 相反是刚才身体不同 意识一致的 意识相同的 与他相反的 也就是说是身体相同的 意识不同的 有这么一种众生 这是第二禅里面的有些天人 然后身是义 身体和心是全部相同的 这样的众生 这是第三禅里面的 然后上面这四种众生加上 无色皆处三处 无色皆前面的食物变处 空物变处和 那么这上面所讲的 也就是说上面的 我们天人和欲界的天人和 粗产的梵天 然后第二禅和第三禅 就是中共在上面的四个众生上面 加上无色皆前面的这三个众生 这样加起来中共有七种 那么这七种众生的意识 叫做七世处 在佛陀佛经当中 经常有很多的类别 所以我们俱舍论学的时候 佛陀在很多不同经典当中的 各种众生的意识的差别 或者身体的差别 或者是各种众生的 这种世云的差别和种种分类等 这些宣说得非常细致 那么其他不会叫世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能怀 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第四禅和 还有优定 优定是我们五色节里面的最高的叫做优定 然后善恶趣的这些众生不叫世处 为什么不叫世处呢 因为这些他有各种分别念能摧毁他的意识的处 所以不能叫世处 宋词里面是这样讲的 下面我们从讲义里面讲 那么佛陀当中有这些道理吧 就是七世处啊 新九处啊 还有众生的身体是相同的 不相同的 信仰也是不相同的 就像是人和天人那样 等等这些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第一处 就是第一处 第一世 其中所说的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佛经里面 现在很多人要解释佛经 解释佛经的时候 我觉得 如果你不懂居士论的话 解释佛经真的有点困难 尤其是现在讲阿汉经 阿毕达摩 还有皮拉耶经 这些的话 你如果不懂居士的一些种种差别方法 就是非常困难 虽然佛经当中有这样的描述 这到底意思是什么样呢 生与识 而在都不同的众生是人类语 诸语天 他们的身体颜色 形状相聚 各不相同 识也是识 由可乐等识者不同之国 他这里就是 那么我们在整个茫茫的三千大千世界当中 有些众生是身体相同的 心事也是不相同的 有些众生的话 身体和心都是相同的 有些众生的话 身体和心都是不相同的 有些心是相同的 身体不相同的 有这么四种类别 其中第一个 身体和意识都不同的 那么都不同的 就像我们现在的人和语天 还有人的身体也是不相同的 以前古人说是人心如面 有这样的一个成语 人心如面 意思是什么呢 人的面部各不相同的 看起来这两个是特别特别相同 但是实际上是都不相同的 我们在杭州的时候 有一个叫长杭和长州 他们两个是双胞胎 也是特别特别相 如果一个人带眼睛 一个人是不带眼睛的 但是不带眼睛的话 两个都非常相同的 首先看起来他们一生都认为 你们为什么这么相同 他们都看到特别稀奇 但是你真正要观察的时候还是不同的 一个人的鼻子稍微大一点的 一个人的眼睛稍微下一点的 如果你详细看的话 他身体也是不相同的 然后心完全不相同的 因为他前世的这种稀奇吧 一个就是对他 比如说对毛衣方面的话 对人的一些交易 沟通很有兴趣的 一个这方面是没有兴趣的 对佛法方面的谈论很有兴趣的 所以说他人的身体相同 身体也不相同的 人的身体 我们说是这两个人相同 但实际上你真正要去看的时候 一点也是不相同的 毛泽东的演员跟毛泽东是相同的 说实实人们都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你真正要看的话 一点都是不相同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人身体不相同的 心事也不相同的 然后天人像于天的话 比如说三十三天和四大天王 他们的话身体也是相貌的大小 或者是颜色 形状等各方面 身体也是不相同的 然后他们的心事也完全不相同的 所以说人和人之间也不相同的 这个欲天之间也是不相同的 那么这是一种类别 人和身体和都是不相同的 身体和心事都不相同的 整身就像是人乐和欲天一样的 他们的身体颜色 形状相格局不相同 然后心事也是苦乐不相同 表面上是 比如说有两个演员 有两个演员 表面上看来 这两个是特别特别相 但是实际上这两个人的爱好和苦乐 和一些修行的境界 他的素质等等 各方面也是完全不相同的 所以说人和欲天的话 他们的身体也不相同的 相识也是不相同的 我们这里的 我都有时候是这样想 好像对佛法是特别特别好的 但是对我好的话也不一定好的 我们这里的人各种各样的 所以有些人的话 他还是对前世的 对佛法的因缘非常深的 他觉得像俱舍论 密法 很多法都是非常好 有些人的话 哎 这个是不太好 就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所以说想法也不相同的 这是不相同的 身体和意识都不相同的 然而身体不同意识相同的 就是梵天宗的天人的心生这些天人 为什么这样讲呢 愿意他们的身体颜色与颜 与梵天必度小 他的身体就是不相同的 他身体为什么不相同呢 因为大梵天和梵宗天的这些天人 信赖的这些天人 他的衣服也穿得不真气 然后他的颜色也是 深色的话也是比较不好看啊 这样的 不相同的 还有呢 语言也是不懂 对佛法方面的一些道理啊 凡是有一些心产生 就是梵天世界心来的这些人 他就不同的 身体与以前的老梵天相比较起来 就不相同的 但他们的意识是相同的 意识为什么相同呢 大梵天认为这些天人 都是我的意愿所造的 他以前在光阴天的时候 也是这样想的 以后我要造一个梵天世界 愿我的悲心来能产生一切众生 然后后来他来到梵天世界 不久的将来 来了很多新的梵中天的天人 这个时候认为 这些众生全部是我的发愿里所致的 他是这样认为的 然而新生的所有眷属 也觉得我们是由大梵天的因缘所臣 实际上都是并不是这样的 这个有其他的论述当中是有宣说的 但是他们都认为 他这里的相同也是比较一致吧 那么大梵天认为这全部是我的儿子 就是这样想的 然后其他的我们有些人 上师是人家是我们的父亲 你是爸爸 我是这个儿子 然后那个上师也真的认为 哎 我有这么可爱的儿子 你看 这样的话 那么他们的意识是相同的 身体肯定不相同的 所以这叫做身体不同意识相同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身体是这样的 因此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 这是第二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的话 与身体不同意识一致相反 就是刚才那个身体不同和意识一致相反的话 身体是一致是 行事是不相同的 就是第二禅的天人 就是第二禅的天人 为什么这样讲呢 第二禅的天人原因是他们的身体都是广的自信 而且颜色 相 形状也是相同的 第二禅里面的话 他所有的天人全部是光身 然后他们的颜色 相装全部是比较相同的 原来我们表演《释迦牟尼佛本师传》的时候 很多天子天女表演的时候 和当时穿的服装 只不过相貌的大扮 当时基本上是相同的 身体就是比较相同的 我们是装着的 但天人们完全应该是相同的 但他们的意识就是不相同的 是不相同的 为什么不相同呢 是如果对真心意乐生起严烦的心的时候 他就开始先前位置顶 他下面的位置顶 因为他第二扇当中 他的乐数完全没有得究竟和成熟 这样他真心的意乐生起产生的时候 有时候他对自己真心的意志生起一种厌烦性 他马上要开发或者是先前下面的位置顶 然后如果对位置顶有生起严烦的时候 有先前真心的意乐 这样的话 严烦他的意识不相同的 他的意识不相同的话 他用真心到位置顶 位置顶又到真心 所以这些天人们的话 意识都不相同的 有些正在位置顶的时候 有些住在真心当中 所以这些天人们表面上看来 身体都是相同的 但是实际上心可能不相同的 但这也是由不宗的一种说法 实际上我们人当中也是可以的 我们出家人的身体 全部都是穿着红色的衣服 身体应该是相同的 但心有些是不相同的 有些想回去跟家里帮忙的事情 有些到了回去的时候 又不想回来在寺院里面住 所以很多人的心不定 我想我们这里也是身体相同 心不通的一些情况也是存在的 但不管怎么样 二参天 你们记得的时候 刚才第一种情况 是我们从欲界的天人和欲天来算 然后第二种情况 就是出禅的梵天来算 然后第三种情况 第二参就是每一个都有一种代表性 然后现在第四种情况 第三参来算的 身体与意识一直是 那么身体也是一样的 他的心事也是一样的 这个是第三参的天人 他们的身体颜色等相同的缘故 心事也是心乐相同之故 那么第三参的身体也是相同的 然后第三参的心也是 大家都有这种禅定的乐数 意乐 所以不像刚才其他一样的 所以它这里比较相同的 这一参叫的身体相同 意识不相同 然后意识相同 身体不相同 意志和身体都是相同的 意志和身体都是不相同的 有四种情况 然后在这个上面加上四五色戒里面的 前面的三个五色戒 此外五色戒的三处也是十处 因为经中这样说的 彼处五色戒众生 彼处五色戒 但后面没有说 应该也是叫处吧 以上所说的既是叫做七十处 七十处 什么是七十处呢 应该大家记住吧 什么是七十处的话呢 就像欲界和我们人 但这些我再不从谋吧 再如果要从谋的话 这是七十处的道理这样讲的 那么为什么叫十处呢 这里为什么叫十处呢 所以俱舍论分析得特别好 就像以前格鲁巴的宗喀巴大师 他在不管是分析中观因面 他分析的时候就这么细致 他的造论方式非常细致的 因此他这里什么叫做十处 刚才不是一直讲是七十处 那么为什么叫十处呢 因为这些地方是以爱的方式以增上 他的这种是吧 他的这种意识以这种爱 对自己的禅定也好 对自己的出所 就是有一种贪爱的方式来加以增长 比如说于天的众生 于天他自己在这个欲界当中 他有一种爱的方式来 他的心事在哪里增长 然后如果是梵天的话 梵天也有他用爱的心态在哪里增长 因此叫做什么叫十处呢 就是这样来解释 若问其他的心事处也是有同样 那么为什么只讲他们称为十处 而其他的为什么不叫十处呢 意思就是说我们路道轮回当中 我们前面讲的路道轮回吧 路道轮回当中还有很多很多众生是有心事的 为什么偏偏就是刚才前面的这个 从欲界以上的这几个众生呢 就称之为是这个世处 那么其他的就是欲界当中也是 像那个无色界的最高的那个游顶河 然后这个色界里面最高的这个 最高的这个四餐 就是色界里面最高的这个四餐 还有我们这个欲界当中的这个善恶趣 就是旁生地狱恶鬼 这些的话呢 就是为什么不包括在刚才前面的这个当中呢 为什么这样呢 这个原因是这样的 除前面所说的这些意外 生育的善恶趣 就是第四餐定就是第四餐 还有这个游瓶不是释出 原因是这些能摧毁彼时 他们不是这个意识的主处 不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增爱自己的贪爱 以爱的方式来不是增长的 他们摧毁自己的意识 那么如何摧毁的呢 所有的恶趣就是以痛苦来摧毁 他们没有释出了 他们没有以爱的方式来增长 因为这个善恶趣的痛苦 以前第五世大赖喇嘛的 现在我们每天都是念传戒的传承文当中 都是有这么一句话 善恶趣有边苦来逼迫 有边苦逼迫 所以善恶趣的这些众生 他有这种非常强烈的边苦来逼迫 因此他没有这种实处 原因是这个 十三的五向天以无因果的顶能摧毁自己的实处 所以也不能叫实处 五世界里面的游顶吧 游顶的话 他用灭尖顶来摧毁自己的实态 因此这三个不能叫实处 所以我们整个三界联会当中 除了十禅地里面最高的十禅和 十五世界里面最高的游顶和 我们欲界当中最下面的三恶趣 除了这三个地方以外的 其他都可以叫做实处 因此其他的众生叫做七实处 下面讲有情旧处 也可以叫众生旧处 诵诗当中这样讲的 游顶无相天众生 尽所有情之旧处 刚才前面我们讲了七处 然后七处加上游顶和无相天的众生 这个全部就叫做旧处 它这里七实处不能叫 然后旧众生处可以说 刚才游顶和无相天 刚才在第四三地里面的无相天没有安理 但这里面在有情旧处当中 它可以安理的 因与不与之众主 十股其余非成处 除了这旧处的众生以外 其他的三恶趣的众生 这些不叫处 为什么呢 他不愿意住在这里 不愿意住在这里的话 这不叫处吧 不叫处 比如说我们无明佛学院 愿意住的话是我的住处 可以这样说 但是我不愿意住的话 他自己也认为不是他的住处 然后我们也不认为是整天东奔西跑的 今天跟上师跑到那里 明天跟上师跑到这里去花园的这些人 我们也不认为这叫做处者 不认为是这样的 然后他自己也不认为我的上师 原来说我的上师是极美奔主 我的法师大圆盟 我的家乡是无明佛修宴 那么这三个条件已经不具足了 所以他这里的处也是这样的 像地狱众生他根本不认为自己的住处在这里 他认为这不是我的住处 就像观在监狱里面的这些人 他不认为这是我的房子 这是我的家乡 不认为这样的 我什么时候从这里跳脱出来 这样认为 我们有些人也是金刚道友 也不愿意住在这个学院当中 什么时候天天上师给我请个假 我一定要下去 最好上师都不同意 不然如果同意的话 我明天就严重告费 这样想的话还是不太好 是这种讲法不太好 那么下面是说是 什么是众生救出呢 就刚刚讲的七十处 再加上是有顶和无项天众生即是 金中所说的有情救出 有情救出就是刚才前面我们讲的几个七处 然后再加上是有顶的众生和还有无项天的众生 这个加上有情救出 刚才那个十处里面没有加后面两个 然后众生救出当中已经加了 那么恶趣以及无项天众生之外的四禅顶 为什么不叫有情处呢 就是恶趣和无项天众生之外的第四禅顶 那么这些意外的第四禅顶为什么不叫众生出呢 有情处为什么不叫呢 它是这样的 善恶趣不叫有情处原因 刚才我讲了 其理由是这些众生有夜魔干扰 而不情愿众安住持众如监狱一般 善恶趣的众生不叫有情处为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是以业力的魔所干到这里来 实际上他自己也不愿意这样 就像是监狱里面的众生一样 或者是监狱处一样的 这是一个原因 活着刺耳者不叫有情之处是 因为有情之处具有想从他处而来 而不愿去往他处的心态 真正的有情处的话 别的地方愿意来到这里 然后这里不愿意到外面去 有这种叫做处有这样的心态 而恶趣的话不具足这两种条件 不具足这两种条件 真的我们有些道友也是不具足这两种条件 不愿意回来 然后这里面愿意出去 这叫做已经具足恶趣处一样的 这是不具足这种条件 一直想出去 真的你们当中有些人想出去的话 我也不会抢着的 还是出去也是可以的 这没有什么的 我们这里我看不是你的话 也应该很多人也会来的 只要是我们上师如意宝在这里在的时候 很多的弟子来到这里 这是没有什么说的 古人有一种叫做 讨历无言自下乘息 讨历不会说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好吃 但是因为讨历是非常好吃 所以下面的路自然而然形成的 自下乘息 所以我想上师如意宝一直在这里的时候 成千上王的弟子肯定是不短的 很多人制止你的话也不会容易的 不管是有多少个人制止你 叫你不要来的话 你如果山门口挡着的话 山上也是来的 山上挡着的话山腰也可以出来 但是如果一旦上师如意宝不在的话 我想是我们所有的人 那个时候确实没有什么可想的了 那第二天在这里不会有什么人了 这个时候我看任何人也是不会让你住在这里 让你住在这里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上师不在的话 住在这里也是肯定 一些法师们讲经说法也不一定有的 如果没有的话你住在这里干什么 没有什么的 虽然这个是一个圣地 但是这个圣地你可以操拜 你来这里刻三个头就回去的话就可以的 现在车也是很方便的 就出去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的 但是上师在的时候 上师的威力所知 现在确实在这里面有佛法的甘露 有佛法的甘露的话 自己的相续对佛法相适应有很大的利益 因此我想不要大家认为是在这里恶趣处一样的 我们不是恶趣处吧 应该是在这里 有时候我想是讲居士论的时候 还是与我们的行为可能要想结合 不然的话 居士论的有些论点没有拉到我们的行为上的话 有时候可能听着也有点麻烦 就是讲着也有点困难 所以恶趣不具足这两种特点 而无向天以外第四禅的一切凡夫 他们向到无向天去 他们无向天以外第四禅的一切凡夫 他们认为是要到无向天去 还有所有的圣者 他们也是向上面去裂盘 所以他们不具足这种条件 其他的话都可以叫做众生救出 原因是这样的 这是讲众生救出 下面就是行舍四行处 就是四世处 什么是四世处 四世处有漏之四云 子弟都是为所处 意思就是说 佛经当中也经常说是四种世处 到底四种世处指的是什么呢 四世处是有漏的四云 有漏的四云我们这个无云吧 就是无云就是前面第一篇当中也已经学了 什么是无云都学不会的话呢 那就完了就是色云 树云 相云 信云 四云 就是无云 那么无云里面的前面的四云就是色云和树云 相云 信云 就是除开那个世云以外的 在这个有漏的四云就是叫做四处 也可以叫做四处 也叫做四云 也叫做四世处 那么这个呢 自己的这种单独的意思呢 就是自己的这种单独的意思呢 就是在这里面没有算是这个除 它那个只算是自读的 就是什么那个子弟的 然后它这里是个世云呢 就是没有算为在这里的这个除 下面说 世处也可以说有四种 也就是说 恶趣到游顶之间的游如世云 从恶趣到最后游顶之间游如这种世云呢 就叫做四世处 那么一切游如云都是四处吗 不是 而是自地的游如云 而不是他地的游如云 无漏云 它这里的无漏云呢 因为摧毁游如云的一种因 所以它也不包括在里面 然后其他的 比如说我这个人住在欲界当中 然后色界里面的这种游如的色云啊 或者是树云 相云的话 是不是在这里的四处里面包括呢 就是不包括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地不相同 地不相同的云 就是不包括在游如云当中 它这里的四处里面不包括 原因是四处的意思是指十以爱的方式而主 无漏云他现在和未来住之国 它这里的原因是这样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应该是要自地的 为什么要自地呢 如果不是自地的话呢 就是他没有以爱的方式来住 他的意识不可能住在这个上面 这个是一个原因 然后第二个原因呢 它的无漏呢 它不包括在这里有漏的云当中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定要包括在现在的字地 如果现在不是字地的话 它就不会有主的这种名称 那么世为何不叫世处呢 那么无漏当中的我们所谓的世运吧 世运为什么不叫处呢 因为它这里的处呢 以色安住的对境叫做处 不叫以色他自己 就像是我们住处的话 我们这个喇容 我们人住的地方叫做处处 然后我自己不叫这个处吧 我不叫这个处 所以我们所处的地方叫做处处 比如说我的这个家 我的这个寺院也是一个处处 拿容也是一个处处的话 我有两个处处 可以这样讲 那么这里的衣食相当于是处的人一样的 然后其他的四种乌云 有漏的四种云 有漏的云这个叫做处 它为什么世运不叫处呢 原因是这样的 那么世运为何不叫处呢 单独的是不能称得上是处处 因为此处是咒 诸所与诸者不同而言 他这里诸所和诸者不相同的 所以衣食指的是诸者而不是诸处 就像是国王不是他的宝座 因为这个宝座就是他的所住 就是住的地方 然后国王就是住者 相当于是这样的 他这里的衣食就是住者 就相当于是国王一样的 然后所住的地方就是前面所讲的四云 这四云是所住 相当于观察七十处与四十处所持之一 这个应该前面的道理好懂的话 应该没有什么困难啊 如果这些归纳的话 总共有四种类 也就是说前面的七十里面所包括的 而四处里面不包括的 然后四处里面包括的七十里面是包括的 两个当中包括的 两个当中没有包括的 就是中共有四种类别 四种种类 由于七十处所持而不为四十处所持等现象 那么有没有比如说在整个世界当中 有些意识在七十当中已经所持 已经包括了的 但是四处世当中没有包括的 这样的这种意识到底会不会存在呢 如果有人给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难题 就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这样回答 对此问题呢 我们归纳而言的话 是中共有四种类别 就是中共有四种类别 比如说刚才那个七十里面就是包括的 然后四十里面就是没有包括的 四十里面包括的 七十里面没有包括的 然后七十和四十里面都包括的 七十和四十里面都没有包括的 所以我们居舍的分析还是相当重要 尤其是我们有些 我们不算吧 你们有些年轻人 没有大瞌睡的人 应该还是很有必要 如果你把居舍论的有些道理 就是这些像中观和移民啊 这些道理分析得很清楚的话呢 以后看什么佛经就很容易 就很容易 你一看那个居舍论就是比较难懂 然后一看那个什么修行八宋啊 或者是那个就是或者是入菩萨行论 或者其他的之法呢 哎 这个很简单的 这种方式是不是很复杂的 但是你每天都是听一点简单的 就是那天都是听阿弥陀佛 就是好好地念阿弥陀佛 然后法师也是这样 这样好好地念阿弥陀佛的话 很多年轻人都没有说服力 就觉得佛教可能不是那么很简单吧 现在科学如是的发达 然后在这样发达的过程当中 佛教到底对客观世界是如何样的分析啊 在这样的时候呢 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很多年轻人光是学一点禅定 和学一点念一点阿弥陀佛 或者是我们这个藏传佛教当中的 念一个观音星座来解决我们现在的 各种错综 复杂的问题非常困难的 因此还是这些分析 我想是我们以前没有必要的时候 就是数学 物理 化学啊 这些方面也是花过很多时间来去分析 但这些不是佛陀所说的 那么现在的这样呢 这些法是佛陀所说的 给我们分析的方法 我们意识的分析方法 身体的分析方法 然后外面的七十级的分析方法 一定要精通 下面就是说 由于七十处所舍 而不为四十处所舍的现象存在吗 应该是有的 对此这个问题是归纳而言有四类 那四类呢 就是为七十处所舍 而不为四十处所舍的 诸如七十中的世云 这个大家知道吧 第一种情况 这个稍微难一点 还是分四类吧 分四类当中 七十里面已经说舍了 七十里面已经包括了 然后四十处当中是没有包括的 那么这样的意识存不存在呢 应该是有的 那么这是刚才前面的七十当中 不管是我们从余界到最后色界和无色界中间有七个十处吧 那么七个十处当中除了 也就是说这里面的世云吧 因为刚才四处里面世云是不包括的 这些里面的世云全部是七十里面已经包括的 但是四十处当中没有包括的 因为四十处当中他把世云一定要拿开 世云拿开以后才叫做四十处 所以刚才七十处当中所有的这些世云全部叫做七十处里面所舍的 但是四十处当中是没有这个所舍的 这是这么一种情况 嗯 下面感觉不喝了 我们把这个讲完了就可以 今天把这个讲完了就可以 然后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为四十处所舍 不为七十所舍的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比如说四十当中已经所包括的 然后七十当中没有包括的 就这么样的情况有没有呢 诸如七十中的第四三者和由丁和以及恶趣的这种有路云 因为刚才那个七十中他第四三和还有三恶趣和还有由丁的话 他就不包括 他为什么不能包括呢 因为他有摧毁的这种 他们不能衣食是安住的 他有这些地方都有不同的摧毁的因 但是他这里有路的云在四处当中是可以的 四处当中不管是恶趣也好 其他众生的话 刚才也讲了恶趣和第四三和由丁的这些四云 所以这些有路的四云都可以包括在四十当中已经包括的 七十当中是没有包括的 这是他们的有路云 不为二者所持 然后七十当中也不所持 四十处当中也是不所持的 这样的话就像是第四三和由丁和恶趣的这种四云 因为这个四云实际上是刚才四十处当中也不包括的 然后七十当中也不包括的 刚才前面讲了他有摧毁的因 因此三恶趣和第四三和由丁的这些四云都不包括 都里面没有包括的 然而为二者所持 七十和摄氏处都能包括的 都能摄氏的 诸如七十中的世以外所有的有路云 如果是的话它只能包括在七十当中 不能包括在这个四当中 但是四十也要包括 还有七十也要包括的话 除了这个世云以外的 其他所有的有路的世云都包括在这里 所以今天讲到这里 下面我提出的问题看一下 节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